你记不记得我们开机前 审导给全组开会 说咱们就在人家的办公室实地拍摄 人家也要工作 咱们所有的对讲都要声音最小 楼道里能不占人都少占人 不要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 所以那时候咱们走了之后 他们局里的有的人跟我讲 你们这个事儿组太文明了 说太文明了 一拍戏警察看着刘家眼 很像 我就听见了 我觉得真的 而且到后来他拍那个局长 领着所有人在这大街上跑步 出操 里面好多都是真警察 听话着 按照他的口令跑 然后外面我们说 明天给我们组织点群里人 他不用组织 明天就有 一跑 他们机关的 那些老百姓街两边 全都是登峰老百姓 全都是真的 直接就可以拍 直接可以拍 那刘老师当时您看过 任长侠的那个视频资料吗 看了看了 有哈 那个导演让我们必须都得做的 这些功课 对 所有的他那些演讲团呀 拍一把戏呢 来个老太太 非要进到现场的 我们正对着刘家拍戏呢 我要跟人局说事 人局要我跟你说事 我们就说是谁呀 是谁呀 然后刘家就接待着 就把他给当成人长侠了 对 真的是 我就讲他自己的事 所以您看 我觉得作为演员 能拍这么一部戏 好幸运呀 也挺幸福 真的是好幸福啊 感受一个 就不一样的一个群体 而且是全国人民 都关注了一个人 那么爱戴的一个人 是是是是 对 对